大家好,我是李维 多伦多中区华部商业促进会 今天下午举行社区会议 征求区内居民还有商户 对简称YSM的慈善组织 Youngstream Mission 将一个帮助流浪青年的服务机构 搬到中区唐人街的看法 尽管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强烈 但是代表这个区的市议员 Joe Creasy表示呢 说根据法律 市政府是没有权利阻止这项搬迁的计划 近百名商户和居民 以及多位社区领袖 参加了今天的会议 一些人更是情绪激动 质问与会的市议员 为何要把这种服务机构 搬来本来无此需要的中区唐人街 给这一区域带来安全隐患 我们还要在这里生活 还要在这里做生意 而且还要我们以后 还有下一代再下下一代 我们不想就是说 他们搬进来以后 我们的我们的Future就没有了 他们会带来很多流浪者 路书者 问得笑人 我们中区华福主要就是一个 当当的Tourist Area 就一个旅游区 景点旅游区 所以来讲这样对我们的旅游的形象 也有很大的破坏 YSM在11月中宣布 购买了位于唐人街 Spedina街上 两万四千平方尺的两处物业 将于2017年底投入使用 为附近街头流浪青年提供就业 健康 食物 辅导等日间服务 中区华部商业促进会表示 认同YSM帮助弱势群体的宗旨 但附近已有八间类似服务机构 足以满足有需要的人群 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让商户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再跟这个YSM mission 再做另外一个沟通 要告诉他们 这些商户担忧的事 而且来讲他们还有很多 其他地方他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他们是在YSM 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那就代表YSM是很需要他们的 不过该区市议员Joe Krasi表示 YSM迁入该区基本上已成定局 由于他不为无家可归人士 提供住宿服务 因此也不需要提前进行社区咨询 政府更无权干涉 其购买物业的权利 他建议华裔社区目前应该和YSM广泛沟通 商讨怎样运作 以及与警方合作改善居民和商户 关注的安全问题 而华部的商户和居民就表示 会抗争到底 不排除将来可能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谢谢大家